如果你要在实际上run也不用担心 反正USB插上去 那现在基本上你们在安装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Google的USB driver 这个好像应该也要装 USB driver 这个driver他会自动抓到 但是有的时候有可能太新的手机他也许抓不到 所以说你们假设有手机插上去 要run到你手机上也是OK的 他这时候执行的时候会跳出选单 让你去挑选你要传送到模拟器 还是传送到那个你的手机上面 其实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那当然后面我们前面教过的那个sample 其实或许啊等下有时间的话 做完了同学可不可以自己看看 假设你这边按下去之后 然后这边的话 看看能不能 那input的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要能够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 TestFills里面 这边你可以选他如果是 哪一种格式 比如说包含Lumber Lumber里面后面有一般的Lumber 就是整数的 那以后Dissimo是有小数点的 然后一般文字 PastWord这边都有 假设你一般文字 你就会拖拉过来 对不对 一样的方式嘛 你要放在哪里放这里 然后这边就可以输入东西 输入完之后的话 那你假设要在哪边显示 比如说在另外一个 再增加一个什么TestView 那可以在这边 这边显示出来的话 你就